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顾文贵先生举行了第二场全球发布会 内容大家都一定都看过了 我就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顾文贵先生这个第二场全球发布会 他主要是面向美国人的 所以他没有拿出那些中国背景很强的爆料的材料 所谓中国背景很强 就是指那些如果不加以详细解释一般人 就是一般的美国人 他很难理解的具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东西 比如说中纪委书记是怎么回事 政法委书记是怎么回事 双规是怎么回事 雷阳案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这些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 那都是完全不需要解释的东西了 可是美国人他就听不懂了 他一听就是一头雾水云里雾里的感觉 因此要针对美国人说事 你就要说美国人比较容易懂的事情 那么这次顾文贵先生爆料 他就是针对美国人 说美国人比较容易懂的事情 其中最让人震惊的事情 就是中国有一个3F计划 这次顾文贵显示出一份叫做绝密红头文件 里面就是说中国国安部秘密 就是侦派了何建峰等27名 就是国安工作人员 他潜入美国 从事一些情报活动 策划活动等等 据说后来还增加到50多人 那么这些大陆的国安人员 他们是以中国纽约分行的工作人员等等 把为身份就在美国进行一些活动 他主要是针对一些重点人物 像郭文贵令完成这样的人物 展开所谓的专项任务了 这份文献他的日期是今年4月份 所以说显然他不是郭文贵 从国内出来时候带出来的 他是最近才得到的东西 郭文贵他没有具体说是怎么得到 这样的绝密文件的 但是很显然呢 这样的东西啊 你只有从政治局常委这些官员那里 才能搞得到的 因此看来 郭文贵他在北京还是有不少 位高权重的支持者了 所以他这场爆料的背后 也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次郭文贵的第二次全球发布会 特别应该注意的事情啊 就是郭文贵指出北京 他除了蓝金黄计划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叫做3F计划 这个所谓的3F计划就是搞弱美国 搞乱美国 搞死美国 看到这里啊 我就想到美国当年的和平演变计划 所谓和平演变计划 是指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1953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他的当时名字叫做和平取胜计划 也就是说用非暴力的手段来弱化共产党国家 最后就是搞死共产党国家 那么当然了 这个和平演变呢 他不会立刻产生效果了 所以当时杜勒斯也说 他说和平演变 他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呢 和平演变 他真的还是起作用了 大部分共产党国家都被和平演变这个计划给搞垮了 现在就是仅存的有中国北朝鲜越南几个共产党国家吧 其中除了北朝鲜之外 中国越南其实已经算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那么这个和平演变计划 他具体是怎么来搞呢 杜勒斯他就提出了三个层次的演变 第一个层次的演变是思想演变 第二个层次的演变是掌权人演变 第三个层次的演变就是制度演变 所谓思想演变 他就是让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国家的人民 在思想上接收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 一旦人民接收了民主人权思想 他们必然会对共产党国家不讲民主不讲人权的统治方式 产生反感厌恶最后乃至抗争和反抗 最后也就是让共产党国家的人民自己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 这样一来美国就不需要出一兵一竹就可以取得胜利 这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去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美国政府的像美国之音这样的宣传机构 就是用于搞第一个层次的思想演变的这么一个工具 第二个层次的演变就是掌权人演变 就是西方国家通过中央情报局等等一些机构 他们寻找和发现一些在思想上和感情上 比较倾向于西方比较赞同西方价值观的那么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他们就设法接近他们让他们和西方人是交朋友 然后就是这些中央情报局这些单位就开动各种的办法 来帮助这些人在共产党内部掌握更大的权力 逐步就把共产党的高层来一个异化 就是异化为思想上和感情上就是亲西方的那么一个政治集团 这样就可以为最后的制度演变打好一个基础 那么和平演变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制度演变 就是最终把共产党国家的这种极权体制变成西方的民主体制 一旦共产党国家的极权体制变成了西方的民主体制 它也就是最终消除了共产党的威胁 消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也就达到了和平演变的目的 过去中国对美国和平演变 它基本上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抵制 比如对美国之音广播进行干扰进行封网等等 这次通过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我们才知道中国原来也有一个对抗美国和平演变的 一个主动出击的计划 这就是3F计划 美国想通过和平演变计划 想改变中国的颜色 想把中共政权搞弱搞乱搞死 那么中共啊 它也要来一个主动反击 主动出击 它也要搞一个反和平演变的3F计划 它也试图反过来改变美国的颜色 它要把美国政权也搞弱搞乱搞死 美国之音等这些宣传媒体啊 它是美国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的工具之一了 过去中共干扰美国之音啊 它都是一些比较低级的方式的 现在中国的方式它也升级了 现在中共啊 它要通过反过来搞一比较的掌门人演变 它就是试图啊 要通过这种蓝金黄的方式 把美国之音的掌门人给你演变过来 也就是说 把美国之音的掌门人演变过来以后 它就可以把美国之音就是悄悄变为 为中共服务的一个媒体了 那么中共对美国之音搞这个掌门人演变啊 还是很有效果的 现在美国之音对中共的批评都是一些小骂大帮忙 越来越变得就像香港的凤凰卫视那样 好像中宣部的海外版的味道了 那么中国啊 它搞对美国的反和平演变 它这个3F计划之中啊 掌门人演变啊 应该是它的重点 因为美国它受到国家体制的限制 中央情报局 你要想拿出几百亿美元的巨款啊 去搞蓝金黄 去贿赂其他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呢 你在资金上面就很难保密 或者是很难通过这个国会的通过了 那么中国因为它是一个独裁体制者 它拿出几百亿巨款去搞蓝金黄 它根本不成问题 所以呢 中国在美国它搞这个反和平演变的掌门人演变啊 应该说是比较容易搞 也是比较顺利的 现在我们通过郭文贵事件可以看到 美国之音啊已经被中国的这个掌门人演变计划给拿下了 哈德逊研究所也被中国的掌门人演变的计划给拿下了 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国机构 它可能都已经被中国这个掌门人演变的计划已经悄悄拿下了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在关键时刻它们就会显露真身出来 过去美国和苏联之间啊 它搞一个冷战 它们双方的武器啊 其实还是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了 只是说这些武器最终没有被使用 所以形成了冷战 那么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啊 它正在进行一场不用杀人武器的 所谓叫暗战 也就是美国的和平演变计划 对中国的3F计划的这么一场暗战 美国想用和平演变来改变中国的颜色 中国呢想用3F计划来改变美国的颜色 毫无疑问了 中国的3F计划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了 美国的 你像美国之音哈德逊研究所这些机构啊 都已经被中国给拿下来了 那么相反 这些年来啊 就是美国的和平演变计划在中国好像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进展 那么将来究竟是美国的和平演变计划胜利 还是中国的3F计划胜利呢 那么将来是中国的颜色被改变 还是美国的颜色被改变呢 那么这种改变颜色的暗战呢 当然不是立刻能够看到结果的 大概呢 要等到几十年之后吧 我们才能说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然了 上面我的这些讲的这些话 这些分析吧 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来讨论这件事情的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我们肯定是希望民主人权获胜的 因为大家都想生活在一个有民主讲人权的国家嘛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